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再次收看股壇私見 我是私基金的李浩德 在我旁邊是施老闆施雲青先生 施先生你好 你好 施先生 這星期股市反彈得不錯 全星期埋單都升了一千多點 這跟我們上次的估計都差不多 是的 你都說 應該有一個比較明顯的反彈 上個禮拜,第一個低位跌了大約9-10% 不過看今個禮拜的新聞 還未完全明朗 應該說股市走得比實際的情況快 實際情況其實經濟情況 很多消息出來都不太好 零售業 有些公司都 有些上市的零售股票 最近都有提及農曆年間 化妝品銷售下跌了七八成 我想剩下兩成沒有跌 都是口罩來的 施先生 飲食又很大件事 沒有出名 快餐電話 跟供應商說要八折找數 這段時間 我想香港整體都有很多影響 另外飲食又有幾間鐵 說給員工要他們放無薪假期 連國泰也要叫員工放假 無薪假期 不單是國泰 還有香港航空 不同的航空公司 因為始終疫情比較直接有影響 其實我是最傷心的 不是 我內地的分公司 國家下命令 全部停業 公務員9日開工 他們何時開工都未通知 他們認為做地產代理也有 與人接觸 很容易傳播 所以屬於要減少活動 差不多停了 停了即是沒有收入 大陸也有四、五萬員工 人出糧也有排出 不做,我們沒有生意 北京試過在線上開盤 線上即是線下即是不去 透過互聯網提供訊息 亦可以透過互聯網提供落訂 網上簽約 那個盤開得不錯 開盤即日賣了200多間 和替發展商收了13億 但是少數 這些盤要事前 亦可以做好行拍 亦可以做室內的VR 讓別人在網上看 亦可以跟銀行綁定 可以落訂 亦有網上簽約 這樣才能做到 所以我看到最近 跟網上有關 好像是有個 搞教育的 因為現在 香港到三月才開發學 國內都差不多 大部份正規教育 都暫停 因為始終學童受感染的機會比較高 在家中最好要繼續學習 就是網上教育 這段時間 市場突然封鎖 但不是他的公司做得好 只是環境可能 會令網上教育前景增加 股價便會升 這段時間 大家的焦點放在這些 概念股身上 香港的經濟活動 你的判斷是怎樣? 施先生 我原本說我們 上星期 都有一定的看樓的二手 今個星期 二手有些業主不想帶人上去看 這亦很容易理解 最大的問題 我們一個主要日式來源 就是發展商的一手盤 盤也不開了 我估計 在接下來 這一個月 都沒有盤開 因為發展商會覺得 他背不起 萬一他開盤期間 有兩個中招 不可預計風險 會說你為了賣樓 不顧人身安全 所以可能盤也不開 盤不開我哪有收入 所以我們生意是沒有八成、沒有九成 似乎今次疫情下 大部分行業的影響 都真的給你 如果不是一個月 一個月我也能捱 我們公司叫做穩陣派 有現金在手 不是靠借的公司 但是 預算是預算兩三個月的現金 有些公司還左蓋右蓋 更加會有現金流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市場上遇到困難的機構 會有不少 今集擺有一個相應的新聞 除了我們有很多扶持的政策 其中一個都可以找詩先生說一說 就是現在開始所謂 還息不還本 這個對樓市或發展商 對買樓的人應該怎樣理解呢 聽上去都不錯 本來要供的錢 裏面有本又有利息 現在只是還息 不用還本 這個月起碼可以供少一點 我自己聽到中小企的期望 他們是說 還本不還息 還本不算息 還本不算息 不算息 現金流上高有著數 現在不用你還息 但是這些息不是不算 銀行遲些收回 即是延長公樓期 銀行做多兩個月生意 所以銀行沒有損失 反而可能好一點 免息 免息兩個月就正 但是銀行未必製 我看到中小企希望能夠 例如租金可以交少一點 我們都在內地 不過這些是社會主義 我有個朋友 在內地有些樓收租 收到政府信 叫他接下來兩個月不要收租 香港是做不到的 你不可以叫業主不收租 但是內地是做到的 這是好還是不好 我就不太贊成 政府可以下訂單 叫人不用交租 似乎市場都在調節 例如我看新聞 的士沒有生意的士租 也有些回落一下 關於這段時間 都要共度難關 我相信 快手的 香港的疫情 現在雖然出現了一些 人傳人是本地的疫情 本地傳染 可以說有社區傳染 但是不算社區爆發 如果你一天都是兩三宗的水平 我相信基本上香港的防禦制度 大家已經做的預防措施 已經起了一定的效果 因為這段時間 很多人放原價回來香港 其中很多人都從內地回來 這批人之中 可能有一部份是被感染的 起碼沒有爆發出來 暫時確診的中數是24宗 疑似個案 最新數字 我們拍攝的時間是1078宗 都這麼多嗎 這是疑似個案 即是要觀察中 未排除也未確診 不過如果看回國內公告的數字 其實這兩三天到今天 其實新增的個案 其實有少許回落 最高峰暫時 2月5日 就是3800多宗 到7日的今天 就是3100多宗 如果能夠慢慢新增個案 能夠受控 對疫情的信心 或許會樂觀一點 希望如是 整個疫情 我沒有那麼關注 先關注香港 香港最重要 不要社區爆發 那些人就會安心一點 好了 今天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多謝施老闆 各位觀眾 如果你想再看多點跟蹤我們的節目 歡迎來到以下的網址 記得按個讚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